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女子的桃花 我们从八字里面要判断出一个女生 她的桃花为何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要以官运为主 例如白板这一个八字 丙隐辛丑 丁丑甲丞 她是一个女命 她说她今年都37岁了 可是她的桃花一直都很弱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为什么她的桃花会很弱 我们从她的本命来看一下 她的天刚为丙辛丑 所以圣甲物 她的地支为银木 克尘土 丑土 还有一段丑土 我们从她的本命的状态 我们可以知道说 假如她要走官运 那她的一个情况到底为何 我们可以知道天刚为 人水 鬼水都没有问题 她的地支走害水 止水 一个引害河 一个止丑 所以她地支就不能够走官运 现在进入了戊虚大运 那在戊虚大运里面 她的状态呢 她会变成天干甲木克物 地支引木克尘土丑土 还有一个戊虚大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她地支一样 害止水是不能用的 而她的天干呢 我们会发现到 人水生甲木克物 没有太大 那假如是毁损 不奎合又消失 所以其实啊 她在去年任允大运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假如没有把握住 一跳到今年的奎卯大运 各位你就会知道 又不见了 所以这个就是她在桃花的部分 她是弱的 而她在上一柱为己害大运 在己害大运里面 她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用蓝色的笔来看 天干甲己印合 所以她剩下丁日 地支引害 所以剩下尘土丑土 各位 我们可以知道 她走了官允 结果她走害水 根本就没有用 而她天干这时候变成啊 不管走人水走魁水 都是直接造成她日主受克 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呢 她在上一柱大运 她的一个桃花运 那简直啊 四个财 没有一个可以用 所以当然很陆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在判断一个女生的婚姻的时候 我们要以官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而这个官不能受伤 不能够被害 还有呢 不能够造成日主受克 所以在女生的一个桃花来讲 她的麻烦就是不能日主受克 不能被合走 不能受伤 所以女生的桃花 会比男生的桃花还要麻烦 因为男生的桃花是财心 所以她既然是财心 财心不会造成日主受克啊 除非你本来日主受克 才有可能财心会造成你日主受克 否则单单以财心来讲 财心不会造成日主受克 所以男人的桃花 跟女人的桃花比起来 女人的桃花就会比较麻烦 她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边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在判断女人的桃花心的时候 就是在看她这个桃花出来 她的五行深刻是好的还是坏 而不要出现备合备克 或者是日主受克 这样子的情况 对女生都是在感情上的一种伤害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助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